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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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在台灣的 廈門福建區的廣城老和尚 大家都叫他水果和尚 一輩子不吃飯 光吃水果的 人家都宣傳他 一如丁二十幾天 這個幾十年前 哎呦我一聽 現在還有這個和尚 哪來的福建來的 在哪裡 在日月洞那個山頂 我說好 我去看他去 那個朋友告訴我 我說那個山好久嗎 很容易 哎老實說 我說那都高 我想山高一點 我穿布鞋爬山嘛 太容易容易 你不要換鞋子 一點點路 那我說穿皮鞋去可以嗎 可以 我就跟他去了 哎呀我的生皮鞋爬了 半天還沒有爬到 一條水桶 就好像去水泡了 或是就整個要多遠了 大家帶路的人都說 很快很快 前面就到了 當然前面就到了 他說個鬼話 前面一定到了嘛 前面哪裡不到的 然後爬到了 我就趕快把皮鞋脫了 看到光沖了 那個時候我也不懂明蘭話 他也蠻看明蘭話 一見到我看那個樣子 被是頭去的 很有功夫 很有 那個時候他四五十多歲了 後來我就跟他談話了 他的國語不高明 我的明蘭話也不明高 兩個差不多 都是歌中得了 我說聽說你強強如定七天五六天 對 我們兩個對話 彭丁妙第三天 第三天我就不好這樣問他了 我說 因為我曉得 你那個如定六七天的時候 剛剛沒有吃飯 都吃空的時候 對不對 對 而且第二個我問你 一定是三十多歲左右 對不對 對 我說現在不行 他說對 我說為什麼不行 紅髮四孟 為了紅髮徒弟多了 我一聽啊 主好就這樣做 自己摸一下嘴巴 要不去 向你等你 供養一番 走了 我可以跟他們來 二十多歲 沒有 一聲 我可以 你 我幾乎